螃蟹大逃亡 彰化市火车站的附近 出现了这只大螃蟹 民众发现担心它的熬 会刺破机车轮胎赶紧报案 而警方到现场用甩棍企图夹住它 这只螃蟹也挥舞着大钳子 顽强抵抗 而在一阵手忙脚乱之后 终于抓住螃蟹了 警方研判它可能是从 附近的火锅店里头逃出来的 但是因为螃蟹是活体食的物 警方只好先把它冰进冷冻库里头 等人前来认领 警察抓螃蟹喔 有啊 你没听错警察没抓小偷 而是在抓螃蟹 这次使用两只甩棍 双管齐下想要夹住螃蟹 而螃蟹则是挥舞大钳子顽抗 警察也怕被夹到 最后还去借了夹子 先压制住螃蟹后 再想办法把它抓起来 小心翼翼地装进袋子里 他在那倒下 就痛跑出来了 张望市火车站附近 出现一只大螃蟹 张牙舞爪地逛大街 民众怕车轮被他刺破 赶紧报警 警察到场一看 是红巡 你看我 我看你 先抓起来再说吧 很辛苦 怎么做 要抓狗抓猫 现在还要抓螃蟹 依照这个石德物 来做受理 然后并将这个螃蟹 带回本队来冰箱 来做收纯 因为螃蟹是活体石德物 警方先把它冰进冷冻库 等人来认领 怎么会有螃蟹 疑似是从附近火锅店跑出去的 这段影片被传到网路上 网友笑翻 还说可以夹菜 但更多人说 现在警察真不好当 连螃蟹也要会抓 记者戴我帽 张牙舞报道